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宏观省打2.0 今天是10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打算户外拍摄 因为今天天气相当舒服 阳光普照 大家看到我的眼镜都已经黑了 就知道了 其实今天都 去到现在来说 差不多是中午时候 挺热的 我想起碼有30度 31度 但幸好就是比较干爽 所以 香港的天气都非常适合 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亦都趁现在疫情略微地 没那么紧张 大家也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其实可能对身体都不错 今天想和大家说什么呢 我本来昨晚 有个题目 想了 其实也录了一段 但是 未完成 接下来 撇见 就有一个访问 就是 商台就访问我们前特首 梁先生 看到梁先生说到非常正面 香港的前途 一直都掌握在香港人的手上 我看完之后 就 发觉就是什么呢 如雷冠耳 他听到这个 非常激动 激动 当然是 所以今天来说 都是要转一转 都想回应一下梁先生的 这么正面的说法 特别是 一路在想着梁先生说到的时候 我就想着 他作为香港的前任特首 他又说到香港的前途 就掌握在香港人的手上 我不期而想到 梁先生在任期的五年当中 他为香港的前途 或者香港的发展 到底贡献了多少呢 我真的想想一下 就说 梁先生 说到这么激昂的话 照他来说 他应该有些不错的政绩 是可以去令到人家 就是 从他的说话当中 可以感染到 能够做得更加好 但是事实上 我自己 笼统地计的话 其实 不要说他在 这个五年任期里面来说 对于香港的民生方便 整体社会的和谐性来说 做就了几多的一些 就是不同的事件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梁先生其实是2012年 就去到2017年 当中在他任期当中来说 又搞过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是 立例又试过 2014年当然 雨傘运动 也是在梁先生的任期之内发生 甚至乎 不要说别的事情 我们说一下 他经常说 如何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还记得 梁先生上任初期的时候 曾经很清晰地说 香港房地产的价格 一直维持高企 其实对香港的经济影响 是很大的 所以如何去控制香港的楼价 不至于不理性的发展 这个是一个重中之重 那几下重中之重 那到底在梁先生的任期来说 香港楼价到底有什么变化呢 于是乎我就找这个彭博 看看就是 这个中原地产城市领先指标 那在过去这十几年来说的话 那个发展 那我特别呢 就highlight了就是 就是梁先生的那五年的时间 和就是他前任 Donald曾那时候 Donald曾做了一届半的 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就是香港特区第一个特首 董伯伯 在第二任期间的时候 就是未完全完成的 OK 就宣布不做了 于是就由他父手接手了 于是 Donald 大约一人半 Donald是2005年接手 接着就做到2012年 接着就pass 下一任 接着就是梁先生做 那所以呢 我又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图 那我hold住 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 就是 刚才说了 中原的城市领先指标的 一个领先指数的走势 由2012年一路上去 那我们见到就是 我特意图住了 蓝色的图图 就是Donald曾的任期的情况 另外呢 橙色的图图 就是梁先生的任期的情况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看的话 Donald曾的任期的时候 这个指数的升幅 其实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当然啦 因为他做了一人半 所以他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其实呢 我也都将这个升势呢 将年度化了的话呢 那这个领先指数 在Donald曾任期来说 每年呢 就大概是9点几%的 的一个升幅上升的 那去到 梁先生的任期了 那他说到 这个控制香港楼价呢 是重中之重 那应该来说 应该做了很多的功夫 那他去控制这个楼价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其实在 梁先生的任期来说的话 指数其实都是上升的 那当然 那升幅来说 就没有Donald曾那时候 升了那么多的累积来说 那但是如果我年度化去计算的话 其实在梁先生的五年来说 这个指数 其实每年呢 都仍然是接近9%的升幅 那所以 梁先生说到珍珍有慈 OK 就是和他的名字有点接近 珍珍有慈 他说到这个香港前途控制在香港人手上来说的话 他作为前任香港特首来说的话 他似乎都做不到什么东西 OK 那当然啦 OK 就是我们做不到 都寄予别人做得到 那这样 我想他那时候 就是一片苦心 是寄望 就是未来的香港人 或者年轻一代来说的话 是可以能够做得更加牛 那所以可能他都打算说 我是用一个反面教材 将他自己过去的 不能够做得到的东西 OK 就是作为一个南本 OK 或者是一个示范 就是说 怎样做不到 OK 所以希望别人就不要重蹈他的福祀了 那可能都是一片善意的 那说完这件事之后呢 其实呢 都想说一下 就是 当然近期来说的话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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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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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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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瓶颈 因为起码从过去 国家的经济的示范来说 就是在一档专业底下来说 其实经济效益是越来越降的 其实看中国自己本身 二三十年的发展来说 其实都开始见到这个迹象 之前我说过 阿爷包底这件事 会令到别人有一个错觉 都可以加给阿爷 那些人就耍弄冲 乱了来 投资也好 怎样都好 那这个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 更加重要的是 其实呢 譬如说 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的 就是做研究的机构 其实都指出 其实中国的经济过去二三十年 高度的依赖借贷的一个模式 去令到那个经济有一个更加快的增长 而这个借贷来说 其实又不是中央本身借贷 所以在中国来说 他经常都可以说 中国的各有的负债 相对于中国的GDP来说 所以如果我们将中国整体的借贷 看回GDP来说 其实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开始有一个经济效益下滑的情况 因为理论上来说 如果你有一个 如果仍然维持健康增长的话 你的经济负借贷来说 应该是可以将它转化成为 经济增长的动力 所以那个借贷应该和那个增长 是有一个 就是 维持一个稳定上升的 起码你不会说出现一个明显地下降 但是如果看回中国过去的十几年来说 明显地就是说 借贷持续地上升 但是那个经济增长 其实呢 是并没有开始再向上 而反而是一个 开始慢慢持平 甚至乎少少 就是放慢的情况 所以这个都是 看到就是 中国那个 就是一党专政 由中央去 就是 各样东西都是由中央指使去做的话 其实这个经济效益呢 其实有一个下滑的情况 那现在深圳来说的话 就是中央就放很多的一个 就是焦点啊 很多的努力 放在去刺激深圳的增长 那相对来说的话 香港就好像 就是 被冷却了那样 那其实呢 也有不少的评论员呢 都说了 就是我都同意就是说 当然很明显地 香港过去这一百多年的 发展的成就来说的话 其实是很大程度上 不是中国有关系的嘛 你可以说英国的一些制度 英国的管治 或者香港本地自己的人的 一个就是 創造力 去 演变成 或者勾获成 香港今时今日的一个 一个成就 但是这件事 跟中国 或者中央 或者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嘛 OK 那 怎样去突显 这个中央 共产党的 能耐呢 的 的建树呢 的一个 就是 控制的框架 而有一个 这样的 就是偉大成就 那深圳就是一个 就是示范的一个 一个模式 那所以其实就是 就是捧深圳 相对来说的话 其实就只是捧自己 自己的那个角度 那 那 回回来 就去到这个 梁先生所说的一件事 那就是说 就是控制香港 楼价重中之重呢 我忽然间就想到就是说 就是 梁先生做了几年 但是对香港楼价 其实是 没什么办法的 上升仍然是持续的 反而呢 去到现在呢 啊 林郑来说的话呢 反而可能呢 就是香港楼价 是在 林郑的 一个任期里面 来说呢 是真正是能够出现到 一个拐点都不定 那 那当然 这个不一定是他 就是想要见到的 不过就是 可能就是在他 任期下来说的话 而令到出现了 一个这样的 负作用 OK 那可能 总之来说 看到就是香港的 楼价是出现了 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回落 其实我过去都说过呢 其实香港楼价回落呢 不一定是坏事的 就是在我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可能是一个叫做 constructive destruction OK 有建设性的一个破坏 OK 因为 就是过去我都说过多次 其实香港的经济 某程度上呢 是被这个高楼价 是压杀了 或者捏着脚 OK 就是在香港来说的话 做生意的人 无论你是做大生意 或者做小生意 做一个铺头仔 OK 私人营 其实很多人都是 帮个业主打工 那自己真正是能够有一个 实质得益的话 其实呢 是很小的 这一样东西呢 根本上是 也都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呢 所应该出现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应该就是说 怎样去将这个 就是过度的 或者是大部分的经济效益 而给了一些 就是房地产的 的拥有者 而是将那个利益 是重新分配呢 那其实 如果香港的楼价是能够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的话呢 那当然 就是除了商业的话 可能住宅啊 都难免的 已经是 那反而可能 对香港的经济来说的话 是会起到一个 就是震兴的 一个强真真 那所以 就是 梁先生说到真真有词 而做不到的呢 或者呢 可能就会交给 林郑呢 去完成 他那个 不能够完成的任务 那去到这里来说的话呢 那今天的散打呢 亦都想告一段落了 那我们留一些话题来说的话 下次同下再聊 OK 拜拜